尊华 cũ 颜叽 安静 主耶氏 满进我的心 主耶稣 来到我心中 永不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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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进我的心 主耶稣 满进我的心 主耶稣 满进我的心 主耶稣 不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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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实力经据记录在提摩戴前书三章十六节 大灾 敬前的奥秘 基督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基督 弟兄姊妹们 被火焰正燃烧 让我们 想起 神灵的号角 传扬 传扬耶稣 基督的正道 一起埋向和异的宣教 在主前 同行的祷告 传扬 让我们终于施下的护照 一散泪在宝座前围绕 让复兴的火 在我里面燃烧 复兴的火 神灵的火 在我心中点燃烧 复兴的火 在我心中点燃烧 复兴的火 在我心中点燃烧 复兴的火 我们再来 复兴的火 炎正燃烧 让我们 想起 神灵的号角 传扬 耶稣基督的正道 一起埋向和异的宣教 在主前 同行的祷告 让我们终于施下的护照 一赞美在宝座前围绕 让复兴的火 在我里面燃烧 复兴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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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中点燃烧 复兴的火 在我心中点燃烧 把我烧在主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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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这一年都在主的祭坛上面 我们向祂感恩 我们领受恩典 我们也不断的把凡事带到主的面前 来恳求祢 主来恳求祢 我们powerful in下一章 谢谢 主恳求祢 主求祢查看我 誓言我 保恋我的肺腹心肠 主求祢传向我 连续我 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主求祢赦免我 看顾我 因为我的最极重大 主求祢保护我 打救我 因为我永远投靠祢 我永远投靠祢 主愿求祢 主愿求祢引我 教训我 你是拯救我的神 主愿求祢引我 教训我 主愿求祢赤我 保守我 我终日等候仰望你 主求你查看我 誓言我 熬练我的飞幅心肠 主求你转向我 连续我 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主求你赦免我 看不我 因为我的罪集中大 主求你保护我 打救我 因为我永远投靠你 主求你引导我 教训我 你是拯救我的身 主求你指我 保守我 我终日等候仰望你 耶稣爱你 在这个世上 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生的爱隔绝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 那就是 耶稣爱你 在世上 在世上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 困难 能使我们与生的爱隔绝 能使我们与生的爱隔绝 你是否愿意 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 一生让耶稣爱你 在世上 没有任何的困难 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 能使我们与生的爱隔绝 今天的经课记录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十四节 愿圣赞归于我们主基督耶稣的父上帝 他在基督里曾赠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就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的义指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 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义指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 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即异行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上帝之名被属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是上主的道 感谢上主 兄弟姐妹你们平安 平安 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 感谢主 感谢主给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来 跟你们一同的分享 在主的他的使徒 他的仆人保罗的身上 让我们可以今天一同的来 从那个以弗所书 第一章刚才摄理所读的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一同的来思考到这个题目 就是新的生命与新的福气 宋子姐妹啊 保罗写的很多的书信在新约里面 常常带给我们很多的宝贵的一些的教训 特别是今天刚才所读出来的一段的经文啊 就告诉我们信了耶稣的人 其实应该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所说的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因为信的耶稣被上帝称为义人 这种的因信称义啊 在照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是我们已经得救 我们得救的人已经有开始一个重生 这个重生也是新造的人的一个开始 所以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啊 他就是新造的人 所以在2022年的第二天 一个很应该是对我们来说 一个很高兴的一天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同的来思考到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身上 每一次的崇拜 在我们的以马内利堂都有读出一些的 使徒圣经 有时候是那个尼西亚圣经 尼西亚有时候是那个尼吉亚 这个都是翻译的 这个一个从翻译出来的名字 当中这些的信经当中都提及到 上帝啊 都有三个的所谓的personality 三个位格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这个真理也是在刚才 以福所书的一端的经文里面 比如说在第四到第六节 那里谈到天父的那个减损 父神减损了我们 信耶稣的人 还有基督的救赎 就是在第七节到十二节 谈到主耶稣在十七节上的行 他的行为成为一个救赎的恩典 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子民 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儿女 还有第三点就是圣灵的恩典 圣灵成为我们新的生命的 好像一个记号的那种的描述 这个是在十三到十四节 所以说的几妹 刚才那段的经文 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遭就 是非常有很大的帮助 也盼望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的来思考 这一段经文的 对我们的生命的那种的帮助 虽然在我们 虽然我们基督徒有可能 看过 读过 这边的经文好多遍 但是 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到 新的 对我们的一个领受吧 也盼望今天 一个新年的开始 我们在读这边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比较更新的那种的 对神的领受 这个领受给我们明白 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上帝的减损 带来福气 神的减损给我们有福气 这个在第三点 第三节到第五节都有 保罗的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 第三节那里提到 上帝透过基督 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 虽然我们今天 都还是在这个地球上 地上 没有所谓的达到天堂上 天堂里 我们还没有 但是 已经给我们一个预先的 一个提醒吧 还有在第四节 保罗提到 原来上帝在从创立世界之前 在基督里 已经拣传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啥次的子民 第五节还说 保罗还说 他预定我们 预定我们 接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得儿女的名分 这里很清楚很明显的 告诉我们 我们 原来在创造这个 人类的之前 上帝已经预定 有救赎这个计划 这个是本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 这个意思 有时候 带来很多人的一些的误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 很多新耶稣的人 基督徒都曾经问这个问题 什么 不是我自己选择 新耶稣的吗 为什么保罗这里说 上帝老早已经 拣传了我们 成为他的子女 成为他的 他的那个 百姓 怎么得以为是 这种的想法 也令很多的人 产生一些的争论 这种的争论 在神学说 是关于所谓的一个 预定论的一种的争论 也是因为这个争论 五百年前 有一位的神学家 他叫做John Calvin 加尔文 他本来是法国人 但是他逃命到瑞士 那个时候在瑞士 他成为一个牧者 后来成为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 写下一些的 写下一些的 关于上帝的预定 就好 就在以福所书第一章 这里这个 这个题目 他写下的时候 以后 不少人对他的写下来的一些的看法 有不同的解释 我也看过他写下的这个神学的作品 虽然不是法文 虽然不是拉丁文 他本来是用拉丁文跟法文写的 我看的是英文 但是我相信翻译出来 跟他本来的说法应该没有太大的距离吧 这个是我的相信 也看过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神学家的写下来的 对预定保罗写的 以福所的 关于那个预定的看法 所以我现在就很快的做一些的解释吧 保罗跟加尔文 谈到那个预定的时候 本来不是关于信徒所有生活上的事情 这个是很多基督徒都应该搞清楚的 因为如果不搞清楚的话 就会变成好像是天主教的那种的解释 天主教的解释就是说 如果什么都是预定的话 我们信徒根本不需要天天祷告 我们不需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 不用问上帝了 不用求上帝了 因为什么都是命定的话 你问也没有用 知道也没有用 不可以改变你对一些的事情的看法 比如说有一些信徒 基督徒 年轻的时候 他会问上帝 这位的男生 这位的女生 是不是我将来的你资给我的配偶呢 他是不是我将来的太太 他是不是我将来的丈夫呢 很多基督徒都很关心这种的所谓的 上帝有没有预定 上帝有没有预定 这种的看法 但是保罗这里谈的不是这个问题啊 他谈到就是救赎的问题 他谈到就是耶稣作为一个救赎主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预定 保罗就是说 不是有一些人说了 耶稣的救赎 是因为亚当撒瓦的犯罪 所以后来作为一种的补充 一种的补救的方法 来救人啊 有一些人是这样说的 这样讲的 但是保罗说 这个耶稣的救赎啊 是创世以前已经上帝有的计划 是一种的预定啊 不是补救啊 不是补救亚当撒瓦的犯罪啊 这个是很要紧的一点 所以我也盼望信徒 我们不应该随便的啊 跟随一些人的看法来看 预定上帝的预定 保罗的意思 我们从经文里面应该很清楚 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救赎的 这个命题 这个issue 这个topic 这个题目不是其他的 随随便便拿来说 什么都是上帝的预定的那种的理论 所以我盼望我们对圣经的了解 也透过我们天天从上帝的 读上帝的 读上帝的话语 我们都有一个集结的从神那里来的教导 当然我们也透过 当然我们也透过保罗的教导 我们也透过可以透过一些的神学家的教导 但是那些都不是真理可以这样说 不一定是真理 他们都是一种的解释 也包括今天我的解释 也是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的一些的看法 来了解上帝的真理 不是我的真理 是上帝的真理 我只是一种的 对上帝的真理内容的解释 这个是很重要的 也是分开 也是分别天主教跟所谓的基督教 我们教会的一种的对真理的解释 是非常的要紧的一种的需要的 所以可以这样说了 保罗所说的 不是人的所谓的推敲的一种的所谓的学术 不是 保罗所说的 是他从神直接领受的上帝的启示 God's revelation 上帝的启示 不是人的随便的一种所谓的theology 一种的神学 这个我盼望我们基督徒都可以明白吧 以福所说这第二经文的第二点 我可以了解的就是 耶稣的救赎带来的福气 这个很非常的要紧的 第五节 那你说 接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第六节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是神透过爱子耶稣赐给我们这种的恩典 很清楚 这个也是五百年前 马丁路德 詹尔文那些的教会的领袖 改革那个教会的以前的错误的时候 非常的强调的一点 第七节 我们 记 接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兄弟姐妹啊 也许你信了耶稣很多年 已经听了很多 已经很熟悉 但是如果 刚刚信耶稣的人 如果 上帝的 他丰富的恩典 没有给你带来一种的 新的人生的方向的话 如果 耶稣的恩典 没有带给你 一些的新的 感受到新的福气 福分的时候 我盼望保罗的 这里所讲的 给你们 很大的一个 开你们的眼镜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保罗的 那个时代 2000年之前 当时的世界上 很多的人 包括保罗碰到的人 不少是因为的奴隶 奴隶是什么 他的生命是被 他们的主人所拥有的 他没有 他自己的生命 奴隶的生命 不是他很自由自在 好像现在我们 那一种的生命的 那一种的 可以拥有一些的权利 拥有一些的自由 当时的奴隶是没有的 保罗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说出 新的耶稣的人 是好像一个奴隶 得到一位 慈爱的主人 不像一般的那些的奴隶的主人 那一种的所谓的 刻薄的 那一种的松恶的主人 如果当时的奴隶 碰到一些的 刻薄的主人的话 他的医生 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所谓的 悲惨的那种的医生 所以保罗就是用 努力被买熟的 这个比喻来解释 上帝的真理 每一位新耶稣的人 都有一个new identity 一个新的身份 享有自由 那种的自由 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可以释放出来的 也是为什么保罗在 第一章第八第九节 他这样说呢 这恩典啊 第九节 想给我们的 都是照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照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这个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 也谈到了 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 都是因为主耶稣的 保学的救赎 我们都成为天父的儿女啊 这种的身份 圣经里面 保罗用的 有时候用 后世这个名字 后世我们 懂中文的很多都知道了 就是好像 好像是子孙子 子女 孙子 孙女 那种的意思吧 后裔吧 可以这样说了 特别在 特别在罗马书的第八章 保罗 很清楚的 他这样写 他写下来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胀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些儿女便是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和基督同做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的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药 得荣药 宋子姐妹啊 如果你问我 属灵的福气是什么东西呢 我可以说 很多的时候是眼睛看不到的 但是 每一个人的心灵 如果是靠近主 如果是圣灵带领的话 我们是可以领受到的 这种的身份 这种的福气 是因为我们的身份 这种的身份是什么 上帝的后世了 而且这种的后世 是荣耀的 是荣耀的那种的身份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 虽然我们的眼睛可以 有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们的心灵 应该是可以领受到的 领受到上帝赐予我们的 那一种的identity 那一种的身份 还有上帝给我们的所谓的产业 那一种的 以福所书所用的那个名词 不是产业 乃是基业 基业 这种的基业 是荣耀的 保罗在以福所书 谈到那种的荣耀的基业 也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的整个生命的一种的福气 那当然第三种的福气 跟刚才所说被减损的福气 跟被救赎的福气 然后第三种 合一 当我们合一的生活的 带来的那种的福气 这种的福气也是透过我们在生活上 彼此的合作 彼此的同工 才可以享受到 才可以领略到的这种的福气 这个是保罗在第一章的第十节 他写的 要照所安排的 在力气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 同归于义 他的意思就是说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到总有一天 第一次满足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说 耶稣基督再来 再一次来临的时候 很多人都有这种的想法 虽然这里没有说出来 使天上地上的一切的 包括上帝所创造的所有 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义 当然这个 这些经文里面 所谈到的 没有谈到合作的问题 但是 如果 如果人都是同一同的活在基督里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种的彼此相爱的时候 我们都有合作同工的机会 比如说在教会里面 我们周有这种的 合一带来的同工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享受到 合一的带来的福气 我们可以从使徒在福音书的时候 对比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对比 当主耶稣还没有复活的之前 十二个门徒不是很多的时候 都是在彼此的来 竞争吧 英文所说的 competition compete compete什么 竞争什么 竞争 竞争取 耶稣 他们的师父的对他们的那种的哀戴吧 还记得 使徒的当中来 还要问 耶稣啊 将来 你的门徒当中 谁 你给他最大的传病 谁当最大的那种的使徒啊 你还记得吗 我们还记得 特别是彼得跟约翰 他们都是希望可以成为 主耶稣最爱戴的 最爱护的一个门徒 很清楚 对不对 谁是number one 常常都在人的当中 如果我们不是有在主的爱的当中 圣灵的带领 没有合一的那种精神的话 很可能在教会里面 都有 谁是number one的那种的 争取的 靠近上帝 谁最大 那种的 competition 但是感谢主 如果我们是活在圣灵的带领之上 就好像门徒 十二个门徒 一直到五旬节 耶稣 这种同工的机会 合一的为神工作 以后不是competition 乃是cooperation 乃是合作 不是竞争 乃是合作 同工 这种的同工 让我们可以真的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代 可以看到 上帝在我们的当中 上帝的基业 上帝的所谓的产业吧 有时候 就好像英文有一个名词 asset A-S-S-E-T asset 差不多的意思 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差不多 如果我们 要找一些比较 平常生活上可以明白的名词吧 可以这样说了 十一节 保罗他就这样写的 也是在他里面 或所成了基业 不是得了 得了那个基业 也可以翻译成 成了基业 就是我们在基督里 也成为上帝的asset 成为上帝的那种的产业 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吧 这个也是他 主义所预定的 兄弟姐妹 哇 这个 我不能不 从旧约里面 诗篇的33篇 十月节那里所说的 来解释吧 那你说 他说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损为自己的产业的 那民是有福的 33篇那里所说的产业 也是保罗在 以福所说 这里所说的基业 所以 保罗也说 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印记 什么意思呢 圣证里面有两 两个意思 头一个意思就是 在一些很重要的文件上 盖章打一个印 作为一个 证据 就好像 一个皇帝 颁布一个新的命令 人家怎样来知道 那个是真还是假的 因为看到上帝那个盖印在上面 这个文章上 可以肯定 是皇帝的 杀的命令 是真的 第二个 第二个意思就是 在很多的 农场 牧场的一些的主人 他的家出 一只牛 一只羊 的身上 有可能 打一个印 人民一看 人民一看 那一只牛 是谁的 一看这个印 就知道 是哪一个主人的 保罗用这个印记 也是 大概是这两个意思吧 应该是没有错吧 保罗最后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他说 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你们也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十四节也差不多的意思吧 这段的经文虽然没有提到 保罗没有提到 怎样 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 我们做什么 我们的生命是怎样 才可以 叫上帝喜悦呢 虽然 保罗没有提到 喜悦这个问题 但是 很清楚 在十二节 十四节 我们可以知道 当我们 把 上帝的 荣耀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 可以 渴望的 上帝的荣耀 也成为 我们基督徒 也可以 成为我们的 所谓的 基业的话 我想 这个是 保罗在十二节 十四节 所带出的 他的意思吧 十四节 这圣灵是我们得 基业的捧 即 只等到 神至名 被俗 使他的荣耀 得着 那个 称赞 那当然 这种的 神至 神的名 被俗 在这个时代 我们也可以看到 但是 保罗也带出 一些意思的 意思 将来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 如果带领 其他的人 万国 万民 都可以成为 神的名 的时候 其他的人 都可以 被耶稣救赎的话 上帝的荣耀 就可以在 人的当中 得着 那个称赞 这个也是 我们基督徒 所 渴望的 也盼望 我们基督徒 都可以 有这种 的生命 那当然 很多基督徒 都问了 合一的 侍奉 是不是 只有一种 的看法 是不是 只有一种 的行动 是不是 只有一个 的目标 呢 这个是问的 非常的好 我可以说了 从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 十七章 他最后的祷告 的时候 从保罗在其他的书信 所写的 我的领受 就是说 上帝给我们 上帝给我们 都有同一个 最后的 最终的目的 这个目的 就是 全福音 到 地球的 地极 到万国 万民的 这个使命 肯定的 如果我们 都有 这种的 最崇高的 一个目标 的话 这个是 可以是一个 合一的 目标 合一的 我们的 生命的 一个 共同的 努力的 方向 但是在这个 大的方向里面 我们可以有 不同的 一些的 小的 objective 短期的 一些的方向 那这些的方向 我们可以透过 从 实际上的 我们一同的 来商量 讨论 辩论 等等 祷告 之后 我们可以 达成一个 所谓的 决议 英文所说的 resolution 我们一同的 顺服 这个resolution 我们一同的 来跟随 这个resolution 这个决议的话 我想 这个也是 上帝喜悦的 我们应该做的 一种的 做法 所以 如果 我可以这样说了 我们不需要 只有一种的 所谓的 角色 或者是角色 看你的 大陆的 拼音 还是台湾的 拼音吧 我们都可以 不同的角色 因为 上帝给我们 不同的恩赐 让我们 彼此的配合 我们 彼此的配合 做不同的 不同的 工作的时候 还是可以 成就 完成 一个 一件的 所谓的 圣工 一件的上帝 让我们共同 来成就的事 所以 我们 不同的 那个 角色 不是彼此的 compete 不是彼此的 那种的竞争 乃是 我们彼此的配合 彼此的 cooperate 同工 这 肯定 肯定 是上帝喜悦的 如果你看 保罗在 哥伦多前书 12章 14章 13章等等 你都 会 了解 保罗所说的话 好了 兄弟姐妹 最后 你信的耶稣已经 一段的时间吧 有可能是 去年 有可能 十多年 二十多等等 很长的时间 但是 虽然 我们都不是 所谓的 新的 所谓的新的 信徒 但是 我可不可以问 你有没有经验过 体验过 感受到 上帝赐给你的福分呢 有没有呢 我希望 大家都可以说 有 那就好了 有真是好了 感谢主了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兄弟姐妹啊 我盼望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感谢主 在 在 新年的 头一两天吧 我盼望 我盼望我们 每一个 在今年 都一同的 努力的来 思考 我们怎样来 服侍上帝 在神的国度里面 叫神喜悦 叫神得到荣耀 我盼望 这个就是今天 我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传给你们的信息吧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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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 圣子 圣灵 寄出如此 现今 正如是 后来 永无重敬 Amen Amen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打开 我们的麦克风 我们一起的 来攻读使徒信经 好 我们一起来请 我信上帝 我信上帝 能的父 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 是上帝的同志 因圣灵的能力 由于玛利亚所生 他在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在释迦哪里 是否刺手 来自从埋葬 将至于一三天佛 我登天 若来圣子有兜主 他将要再来 等叛佛人死人 我信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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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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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着一切从神而来的恩赐 平安与美好 主啊 我愿意献上自己 为荣耀你的名 努力不懈 我称谢你 依靠你 一生一世 脚步不离 让我们一起来唱《全然像你》 当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心中的喜乐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心中的喜乐 转流不息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永永远远 在背不及 永永远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愿意献上自己 一生一世 想随项自己 我要心中的 喜系自身 抑制大ính时 适视大ính手 点栏目 不离 我要開口向你讚美陳鮮 永永遠遠讚美不及 永永遠遠陳鮮不易 我要心感向你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不離 一生一世獻不離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 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 Amen 主耶穌基督說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把自己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給你們的不像世人所給的 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我們一起打開麥克風我們來請說 爺爺 與你同在 我們現在可以打開麥克風 我們有彼此的問安 我們彼此的問安 三比亞平安新年快樂 Shirley新年快樂平安 都牧師 都是我平安 我們也彼此問安 打開麥克風 Joyce Eric平安 大家明天好 Masta平安 大家都心裡 Brenda Presenter好 麥蒂您好 好 我們也看到 Jong 大家明天好 平安平安 平安 平安大家新年快樂 平安 土海底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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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在祖母 平安 心裡 您好 大家必須我來 Amy 大安 花楊 �나平安 大家平安 平安 另外有黃姐妹 還有潘姐 Helix 大家很安 大家平安 可是我們今天有兩位新的朋友 我們想大家歡迎她 第二歌就是Heidi 我们欢迎她第一次来 欢迎你 欢迎你 希望常来 第二个呢 就是黄姐 黄姐她没有开镜头 可是我们还是可能她那个 那个镜头的问题 我们也欢迎黄姐 希望她也常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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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们平安 让我们一起同唱 以马内利的堂歌 欢迎 让我们一起同唱 我能生都心 一位 不开人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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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各种原因,实体的崇拜暂时1月暂停 然后每一个主日11点就会有Zoom的崇拜 然后如果大家想还是参加那个崇拜的话呢 可以如果说有事情不能去的话 我们也是在会把这个崇拜录影了 然后放在我们的教会的那个网上 或者YouTube上 大家都会以后观看到 那在一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在第二个祖日跟第四个祖日 因为我们普通话祖日崇拜是在第一第三嘛 所以我们在第二第四祖日那天呢 我们会在普通话那边的崇拜 有一个普通话的翻译 然后在可是在其他的祖日呢 我们就没有这个普通话的翻译 希望大家弟兄姊妹 如果需要普通话翻译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一看 在二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就教会会再有决定 他有决定的时候呢 我会再跟大家报告那个二月份 祖日崇拜的情况 第二个报告呢 就是我们教会呢 我们会有一个全堂的一家亲的一个会议 这个一家亲呢 就是欢迎所有的会众参加的 无论他是不是我们的教友 他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一个的一家亲的活动 日期是在1月16号的礼拜天的主日 时间是两点半到四点半 那希望大家做完崇拜以后 吃点午饭就可以来参加 这个网上的那个Soon的连接呢 大家可以看周刊 也可以 我会在在那个很靠近的时间呢 会会有弟兄姊妹放到那个我们的群上 那个连接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连接会放到我们的群上 希望大家会会找到这个连接 然后进来参加 那主要这个一家亲呢 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呢 我们的教会 扣买堂子的一些最亲的情况 也让兄姊们发问的 希望大家都来参加 了解一下我们最近扣堂的情况 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工表 1月份呢 就回复了那个原来 我们的程序 就是跟广常一样的 是周一 就是在礼拜一跟礼拜三 我们会有主日崇拜 在第二星期跟第四个星期的周四呢 我们会有小组的严金 那我们1月份呢 还是有加插了一个特别的 在1月18号 就是在第三个星期的礼拜二 八点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加插了一个严金 跟祈祷的会 方便一些 要早上要上班的一些弟兄姊妹 希望大家都来参加 我的报告大概是这样子 还是跟往常一样的 如果说有特别需要的弟兄姊妹 他们想有单独的祷告的话 希望他们留下来 然后我们两位牧师会为他们祷告 虽然今天的崇拜即将结束 但是主是我们永永远远的依靠 让我们一直一直来依靠主 来依靠主 来依靠主 如果你的生命感到无独 来依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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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心里 需要依靠主 来依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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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生命 需要祝福 来依靠主 依靠主 来依靠主 来依靠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